跟大家說 我現在正在用Apple SE2 你看到我用SE2就知道我不是一個果粉的果粉 另外就是我不是一個很追求Apple的人 要買一部錄錄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要看 身為外貌協會永遠的會長 其實大家去看這個錄錄 或者看MAP機的時候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AVUS 歡迎再一次來到《輝得起》系列 今集就是要連續上一集 上一集就是跟大家說 我在用什麼的iPad 或者我用什麼的notebook 不去買Apple機 上一集有說的 這一集就是跟大家說 如果我將來要去買電腦 買notebook的時候 我會想些什麼五大因素 MAP機 Window機的比較 最後就會有一個小總結 也跟大家說 這條影片其實就是集合眾人之力 一手資料 二手資料 即是爬文 有看了很多不同其他類型的YouTube 再加上是我身邊的人剩下的資料 如果大家可能有什麼覺得不對勁 不對勁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要買一部錄錄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看重量 因為大學生 大專生 可能你學校完全不接近自己 可能兩公斤 甚至乎兩公斤以上的 你要拿著一部很重很重的東西 可能你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你來回加起來也要四個小時 那四個小時你都要拿著它 上學 放學 其實挺慘的 手會倒楣的 我覺得書包都不會想放那麼多東西 就是你中學小學都已經帶那麼多東西回學 你不是大學都想帶那麼多東西像我這樣 每天都帶很多東西回學 所以我覺得比較適合的KG就是 也不需要買到好像我上一段影片說 要1KG以下的 其實1KG至1.4-1.5KG都應該可以的 大家去試機的時候順便拿上手試一下 第二樣要看的東西就是型號 現在很多都有R 或者是I 我這部機是在I7的時候 現在這個年代好像已經去到I9 大家也要想一下 究竟I9是否真的適合自己 而且要不需要用到這麼高端 要看片 做Paperwork I7都可以的 但如果你只是做文件工作 又不用看片 又不用剪片 I5其實都適合的 還有一個Lap 就是I3 但我覺得I3這個年代應該不會有人再買吧 其實R 和I 都差不多 如果大家想知道R 和I的分別的話 就可以自己再拍一下文 另外我會在Infobox 都會有少少 我看了的文章 或者我看了的影片 都會在下面再列明清楚 大家也要注意 例如我2017年買了一部I7 和我2022年買一部I7 可能是很不同的 我2017年的I7 在2022年的觀感裡面 已經變了I5 所以 也要看年份 不要在2022年買了一部 200多年的I5 這樣就很慘了 第三個要看就是核數 對於核的理解也不是很深 例如這個 例如8核 這樣就好像走得快一點了 那現在好像已經出到16核了 那 我自己覺得其實8核也很夠用的 如果你說要買4核的話 我就會覺得可能會很慢 朋友 你部機 撈不到啊 之後要看的就是它的內存量 像我這部iPad那樣 借來寫下Looks的話 其實128GB我覺得是夠用的 但是如果你說 去到我又要剪片 然後又要寫很多不同的文章 要交論文 要交很多Paper Word 又要幫人做設計的話 其實我的Lookbook 最低的底線 至少一定要512GB 我也很感謝 就是我爸爸當年買給我的Lookbook 就真的正正512GB 就算是256GB也未必夠用的 另外要看的就是它的Hard Disk 市面上最主要兩種是HDD 和SSD 我部機是在行SSD HDD就是 我聽人說的 很容易 一撞就有機會 裡面的東西就會會掉了 然後你的手機就用不了 所以SSD 就是很耐撞的Hard Disk 大家如果真的要看為什麼HDD和SSD 價錢差那麼遠的話 也可以看看我排的那篇文章 最後其實都已經不是在那五大因素裏 因為有機會 Touch rule 說一句 疫情又再爆發的時候 也有機會要繼續Online lesson Online lesson 因為我之前有教書 我就叫學生開CAM 開CAM就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有些學生自帶美顏效果 而且是那種超級朦朧的美顏效果 他就說他沒有開任何東西 但是他內置的鏡頭就是這樣 他也沒有辦法 另外有些人跟我一起做 Final Presentation 的時候 很好笑的 他的聲音是電音來的 因為他一開咪 就會把所有的雜音變成咪 之後他的聲音就會是 例如Good morning everyone 還有很多電音 在裡面 所以大家如果可以試到電腦 賣之前也可以試一下 當然他的攝影機拍出來的畫面 和他的咪 就是你 Presentation 的時候 的歌聲會收成怎樣 身為外貌協會永遠的會長 其實大家去看這個Notebook 或者看Map機的時候 最主要考慮的一件事 除了價錢之餘 就已經是他的外貌 例如 如果一部相機 他有一個Apple 你覺得很漂亮 那些就是漂亮 除了這些 我覺得會主要考慮的東西之外 大家都可以繼續爬文 看看其他影片 考慮其他因素 第一樣就是Branding Apple的Branding Image 做得非常好 理論上 你見到人拿著Apple 就會感覺上 他的身份地位 象徵都在那裡 再加上就是用Apple機 沒有走步 一件事就是 人們不會問你那部東西多少錢 或者問你好不好用 好像約定俗成了 就是Apple機好像很好用 第二件事就是他的支援系統 例如 假設我要五六年前買一部MacBook Air 有機會覺得舊東西太舊 幫不了你弄 但你出去 也有機會有些店可以幫你弄 但如果你是用Window機的話 因為他有太多Branding HP 然後Lenovo 然後又有Samphoon 在外面的公司 會不會有那些軟件 可以幫你弄一部老爺機 其實是一件很難的事 iPhone 你想買二手機 其實比你買其他機的二手機 你買其他 例如Vivo 紅米 小米 你不會想買二手機 但iPhone 你有機會想買二手機 我覺得 看了這麼多條 別人教怎樣用Map機 他們有很多手勢上的東西 你可以學的 即快速手勢 三個手指 兩個手指 不知道幾個手指 它的螢幕會有些不同的東西出現 但Window機 不是沒有 不過是少 很少人會特意去用Window機的手勢 另外有一件事 我在上一條影片講過的 就是 Apple會有一個非常厲害的功能 就是一體化非常厲害 例如我用Apple相機拍照 就可以按一個按鈕 就已經彈了到iPad 就可以在我的照片 出來 如果我可能要剪片 拍片 或者拍了很多素材 如果我要有一部Map機 我就可以一個按鈕 彈在Map機上 就不用像現在這樣 我用Apple相機拍照 但是我要把我的素材 過到我的電腦 要不就放上Google 要不就WhatsApp 要不就VChat 再不就可能要插線 然後過機 但還未必可以過 Apple會支援到 至少兩個頁面或以上的操作 例如你要看Reading 左邊一篇Reading 右邊就可以是一個 你搭東西的answer book 但如果你說Window機 不是沒有的 但少人會這樣用 第一件事就是 我有問過我弟弟 如果你姐姐有錢 買一部Apple機 給你打機好不好 他第一件事跟我說 神經病 哪有人用Apple機來打機 我聽得最多的就是 可能公司用PC機 但你自己那部是Map機 你可能打字上面的排位 有些不同 因為Map機 無論你是倉規速成 都會好像拼音 打的 但你PC機 倉規速成 你打直的 Map機是打橫的 我讀SCM 用得最多就是Excel 有很多不少朋友 拿一部Map機 他會覺得Excel 是很難用的 Map機的Excel 很難支持到他 去上課去計算一些東西 基本的一些方法 可能沒問題 你用到梳化的時候 就可能會出事 另外就是 可能我的朋友 在Map機 用完Verb 他彈去PC機 你會覺得一些位置 是走得比較大 那個位置 但是 在Window機 如果我用Word的Document 不是把它轉成PDF 我去傳給別人的話 他們看到的東西 可能只是走了少許 但就不會像Map機一樣 走得比較嚴重 大家是沒有用Notebook 看片的習慣的話 大家可以買一部 只是純粹做文件性的工作 交差就算 就不用特意要用到梳化 這些系統 其實你買一部i5的機器 然後你的內存 你可以256至512 8克 不用太重 然後最好 如果你不用帶出街 你可以買HDD 那就非常之省成本 但如果你說要帶出街 你當然要用SSD 然後你說容量又不夠的話 你就可以一容量到加一加它 就是不要買256要買512 如果你說512也不夠 也不行 你容量要非常之勁 那你可能要買2TB 又或者是你可能想買256 之後再買一個HDD 去把東西放進HDD 都可以的 為什麼我的影片這麼遲拍 除了因為我現在的工作是on shift 我很難可以找到一個很特定的時間 拍片和剪片之餘 其實我覺得大家真的不太需要開學前 或者開學的時候 買Notebook 或者買Map機 或者買iPad 其實開學大概兩三個星期 你大概知道原來實際操作是這樣的 你才知道 究竟這一科是否需要一部Notebook 長期陪伴在身邊 或者可能你會覺得 印些屁股出來 上課已經很夠了 不需要用Notebook iPad 都沒有什麼問題 更加省錢 如果你說真的很想買機 其實我覺得你可以去看 這個Back to School的優惠 例如你說Apple Apple的多數價錢 不會特別有下降 但是它的Back to School優惠 結果服務會比較多 Window機就非常厲害了 如果你在Back to School的優惠買 用Alumna也好 是用在職學生的身份 無論你是大專生大學生也好 很多不同的院校都會在計劃裡面 大部分如果你是買Window機 例如HP 可以省兩千元 甚至乎三千元或以上 這些我找到的資訊 我會放在資訊欄跟大家說 另外大家也要注意 遠校的Mask Email 也有機會放不同牌子電腦的展覽 還有一些不同牌子的Discount 也有機會在Mask Email 發送給大家 好了 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這條影片幫助大家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字幕製作人員